楚寒,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走得正行的端,无惧那些流言蜚语 若你认为给病人复诊都是如此龌龊的事情 那不如我们去见皇上,请皇上攻断 你不必拿父皇来压本王 你做的丑事丢尽了本王的颜面 还好意思去找父皇 王爷,王妃究竟做了些什么 难道外面传的那些不是谣言吗 王妃,你,你是王爷的正妃 王妃,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还以为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 没想到,你既然真的撕毁男人 你这样做如何能对得起王爷 你让王爷日后如何在京城立足 如何在中皇子之中立足 如何面对父皇 我撕毁男人,你是从何处听来的 王妃还要否认吗 王爷都这么说了 我原本是不相信那些传言的 但是我相信王爷 不过,你能听到那么多坊间传闻 我却一句都听不到 这就有些奇怪了 子晴,你跟吴峰一起出府 去坊间打听一下 看一看究竟有多少关于我的传闻 是 王爷,我忽然有些头晕 吴峰,你送侧妃回紫燕阁 是 你给本王安分守己一些 若再做出一些不可守复道的事情 本王决不起容 我可管不住别人的嘴巴 谣言止于智者 你不是傻子 凡事多动怒脑子 也对得起你皇子的身份 子晴,我还有事要去做 替我送客 王妃,王妃 净妃娘娘派人来 召您入宫 去准备衣服吧 是